如果一張照片像一幅畫 你就會想把它掛起來 我是盧偉 來自台灣 從事人像攝影工作已經有30年了 在2016年的時候一次的上海展會 所以我偶爾透過學生了解到 有一家高端的攝影工作室叫艾爾文 他的影像風格跟我的影像風格的主張 挺類似的 著重在捧拍的人像 影像本身它本質就是一個紀錄 我們要紀錄是當時我們那個歲月的自己 我們用肖像的方式來列入到這個婚紗裡面有幾個特點 它具有經典畫藝 精緻光影 讓我們能更真實地去看到我們當成人物的一個狀態 我希望我的作品 彩色就像一幅油畫 黑白就像一幅樹苗 很多拍過的顧客裡面 反映給我的信息就是 我好像沒看過自己這個樣子 因為他覺得他長得很美 因為他會覺得他長得滿帥的 看到自己不同的這種情緒 眼神啊 對啊 這是他平常無法認知到自己的部分 我仿佛在這很喧鬧的世界裡面 除了我忙忙碌碌碌之後 其實我本身我也自己很沉澱的一面 真實 真實其實是一種美 你沒有辦法去埋怨你的父母親 怎麼樣他幫你生下來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很美啊 你只要內心很美你就很美 那就是你 所以我大部分會花很長的時間 去讓我拍攝的人物 在拍攝之前能夠達到一個 我理想中想要的一個放鬆的狀態 現在讓技術對我來說 它具有一種很特殊的療癒的功能 學會更多去觀察我的生活 脫影一下看到我自己的內心 更細膩地去看到很多 你生活上的更多的細節 你也會去發現到很多的美 我們一直想去推開肖像的目的在這個地方